狗皇帝追了 你快把我放下 你这不是害我吗 他真敢射你 你没去 你打不过他 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不认识的 不然我更完蛋 瞧不起谁呢 等着 老子弄死你 果然是个狠人 我你老 混蛋 我没跟他说大概是仇人 看着实际 叫我 你了 弓箭不长眼 南美会射片 朕带你去找太医 别 别走啊 怎么了 太医 没有 那什么有用 什么有用 有用 有用 药 药 你就是我的药 对不住了啊 恭喜我儿凯旋归来 母后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儿臣还想去给您请安呢 你一路劳顿 这下人啊 总不如你娘想的周大 顺便 我也要第一时间 看看这丹府的郡主呢 郡主 大叔 这么多房间我住哪儿啊 哪个床大 郡主 这有点误会 他是哪位 许问 在 送郡主回去休息 是 是 丹黎郡主啊 您的寝宫真不在这儿 喂 秦大脑袋 你昨天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话就跟放屁一样 是不是啊 徐大人 海洛你干嘛 是 郡主 得罪了 你干嘛 放开我 秦大脑袋 你个狐鬼王八蛋 你给我等着 我 丹府小郡主 小时候脑袋被驴踢过 您不用 李唐 你从小啊 就缺少桃花韵 为娘啊 一直为你担心 什么时候才能遇到那种 端庄大气 晦智兰心 冰雪聪明的 那位是 丹府大郡主 丹家 可以儿子 这趟出去 没白去 之前还跟我说什么 丹王养术士去讨伐的 我看 一早就计划好去抢人家郡主的吧 您说什么呢 丹臣真的是去 哎呀 这么多年了 你身边一直连个女人都没有 为娘一度以为 你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呢 母后 行行 我走 我这就走 这么大的宫廷 你们想干嘛 这来干嘛 你请你请你请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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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你 放开我 抱歉了 郡主 只能安排您先住冷宫了 冷宫 等等 昨天狗皇帝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再来一下 回进宫之后 我要助你旁边 你要替您来找我 我不信你 懂 臣只是在执行任务 郡主 您受苦了 告退 趁冷宫 相当可以啊 超打护刑 南北通透 这狗皇帝把我放在这么偏僻 这么大的地方 还把我保了起来 竟然有点小期待呢 小主 奴婢来迟了 还请见谅呢 你谁啊 我是你的贴身侍女基优啊 啥 是不是身材有些高大 比较惊喜 比较意外呢 没事的 慢慢就习惯了 来 我先给小主解放 你别过来 你 真的是我侍女啊 千真万确呢 这狗皇帝还真狗啊 要是整我呢吧 把围包摘下来 提寒 不能说疯呢 狗皇帝给我安排这样的侍女 我跟你没完 好了呢 小主 你叫 鸡什么 鸡油 你也可以叫我 鸡美油 鸡太美 你先出去吧 我要换衣服 走了 酥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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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现 嗨 你好 我是你的酥母小精灵 行啊 酥母 这么快 你有这么好的福 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啊 不要急 不要慌 我只是酥母小精灵 情感陪伴 请说一 请我吃饭 请说二 江湖就急 请说酥母酥母你好帅 读事后开始哦 读 酥母你个大白痴 我要跟你绝脚 重听 请说一 返回上次 请说二 你要我说我就说 我就不说 小主 外面好帅哦 嗨 你好 我是你的酥母小精灵 情感陪伴 请说一 帅 你最帅 酥母酥母你最帅 叮 进入等待行列 前方有一百人正在等待 继续等待 请说野虎 挂机 请说呀虎 你神经病吧 继续等待 请说一虎 挂机 请说呀虎 小主 我都已经晒黑了呢 呦 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 如果你有很急很急的事情 还可以将符 先在烟花上放出去 这样我就会很快定位到你的位置哦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符合烟花呢 讲解完毕 啊 朋友再见 苏牧 你个大白痴 我要跟你绝交 哎呀 实在是太帅了 小主 我要进来喽 哇哦 小主新换的衣服 好美哦 哦 坐 刚刚谢谢你啊 我刚来秦宫不久 这里还人生地不熟的 以后还得多多关照哦 小主说笑 尽量做到 之前都服侍过哪些柱子呀 说来惭愧呢 都是在幕后归训宫女呢 若不是陛下恳求 也是不会出台当侍女的 呦 难怪我一看你就气质出众呢 大家都这么说呢 尝尝 这个呀 是线黄雪汗美容茶 专门给咱们女人滋不养颜的 小主好品味哦 那些臭男人可没有这个口服了 这 这是为何 这男人喝了呀 自然会惊落紊乱 全身冒汗 躁射不止 来 再来一杯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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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蟹黄雪哈呀 可是比黄金还贵的 我都舍不得喝呢 你别跟我客气啊 我 我 怎么 莫非你是 那怎么会呢 你流汗了呢 我就是造 体造 这么造你还带微博 摘下来吧 祖船的 哎呀 别客气 我帮你摘 来来来来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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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小主 你都流汗了 看我帮你摘 你别走啊 摘下来吧 你 好 果然有侯解 只怕那狗皇帝还不知道 他派个男人来服侍我吧 你可知欺君之事 该当口罪 小主 饶命啊 奴婢也是迫不得已 才扮成女孩子的 奴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啊 跳过 直接说 你为什么要扮成女人 其实 就是不想干累活了 出汗臭臭的 所以想轻松一点 才扮成你孩子香香的啦 那之前那些小主 都不介意你啊 都很受欢迎呢 说实话 我这款谁敢要啊 这条路 远比我想象的艰难太多了 你艰难个屁呦 住这么大地儿 挺自在啊 大有什么用啊 这冷宫受过诅咒 小主们飞风几啥 自从上一个小主封了后 我都负险两年了 若小主再不收留我 我就只能变回男孩子出去挣钱 受苦受累了 小主不要赶我走 那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那狗皇帝派来害我 小主我对天发誓 真的不是啦 小主 糟糕 你怎么了 我这件事没有恢复好 我还是需要狗皇帝的神仙器啊 没事 那这样 我考验考验你 你回去想想 能不能把那狗皇帝给吸引过来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陛下是绝对不会来冷宫的 之前那几波冷宫小主 就是整天琢磨 怎么把陛下吸引过来 才被逼疯的 我怕我又要失业了 是个人都会有弱点的 你好好想想 有没有任何跟那狗皇帝有关的点 有是有 只怕凶多吉少啊 赶紧说 我曾经听说陛下特别在意吃啊 陛下 童子鸡 糊涂 这是童子鸡吗 是啊 是吧 手工杀都没了 糊弄谁呢 手工 杀 这么将就 几乎变态呢 那如果能在吃上给他全新的体验 说不定就 这 我说你记着 我要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影 烧花鸭 烧厨鸡 烧鸡 小主 大白天的就不要做梦了 什么意思啊 要啥有啥 那还是论功吗 那你就想办法 不然我看出你 好难啊 哇 可以啊 金妮太妹 搞这么多菜 厉害厉害 来吧 开座 干嘛呢 愣着干嘛呀 坐呀 头疼 这么多菜 小主 我用菜 你这借口未免也太敷衍了吧 你该不会让我做吧 好了好了 人家可以学了 小主 你教我呀 你 头疼 抓住他 快快快快快快 你 脑不能行啊你 别跑 你快点 你鸡都抓不住你 这边这边这边 干嘛呢 过来呀 杀鸡呀 放血呀 小鸡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小鸡啦 你干嘛呢 我都扶好了你杀呀 小主 你看我像是能挥下刀的人吗 你不会让我杀吧 你 你 扶好 扶着 鸡胸 对不住了 小鸡 你死得好冤枉啊 自己来吧 累死老娘了 全让老娘一个人干了 糟糕 都中午了 金白 过来过来过来 快去观皇帝说 让他晚上过来吃饭 谢谢小主这么看得起我 说得好像 我叫他来 他就会来的样子 怎么着 你是想让我 亲自去不成啊 好了好了 人家就胖胖运气了 走了 又要晒黑了 这个鸡胸怎么还没回来 累死老娘了 怎么才回来啊 狗皇帝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开饭吧小主 平 这饭是你能吃的吗 我不吃 你一个人也吃不下呀 谁说我一个人啊 亲大脑袋呢 陛下今晚不会来了 他有约会 约会 你确定 当然了 我在他门口待了一下午 都晒黑了呢 我再说一遍 我根本就不适与之 今晚来虎花园 我们吃饭赏约 如果还是不能让你恢复记忆 真保证不再打扰你 然后呢 然后陛下就加派守卫 去不让任何人 打扰他和那个女的约会 哪个女的啊 不知道 反正没我没 这狗皇帝真狗啊 我辛辛苦苦做顿饭 他宁愿去当田狗 也不来我这儿 小主 小主 小主你怎么了小主 再不新的神仙器 老年就要挂了 我决定 还是亲自去请他 门口有守卫 你出不去了啦 不对啊 为什么你每次出门 都挺顺畅的 人家是下人 他们自然不会管了 凡事还是得靠自己啊 走了 等等 不像 太不像了 肯定穿帮啦 哪儿不像啊 胸要挺 臀要翘 站的妹 走的伤识 站住 不是布兰的吗 好的那 有事吗 站不晚了 干嘛去啊 小主头疼 拿药呢 怎么问这么多 风寒呢 那你 没被传染吧 没有呢 你这人心怎么这么大 把手给我 搁给你 摸摸看 我去这侍卫 吉佑每次出去都敬了一些啥呀 你不是吉佑 我 吉佑的手 没你这么粗糙 你误了谁呢 居然说她的手比我更细腻 小主等我呢 走了 追 站住 别跑 别跑 这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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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边 走 王八蛋 追什么追 你谁啊 怎么有侍卫在追你啊 这大晚上子穿着披风在外面晃 不会是侍卫头子吧 你 在巡逻 算是吧 你是个头子 也可以这么理解 这么巧 不是在追我啦 是我刚刚发现 有小偷就请他们帮我抓 对了 你不是头子吗 身上肯定有令牌什么的吧 这天这么黑啊 万一那些侍卫他们眼神不大好 再把我给当成 可以啊 给力啊 改天还你 进宫这些天 吃住可还习惯 你身子薄弱 多补补 这些都是东海真品 太后我都没守得给 你明知道我不是预知 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你还记得这个吗 好 于哥哥 喜欢吗 我休了好几天呢 这对鸳鸯好别致啊 这两个是 希望这对幸福的鸳鸯 以后 还能有两个可爱的宝宝 丽雅 哥 会不会太少 讨厌 但是五年前 我离开了你 于哥哥 我不想和你分开 你带上我 带上我好吗 征战沙场 岂能儿女情长 于真 等我回来 于哥哥 我好害怕 你不要抛下我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娶你 于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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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次我陷入绝境的时候 我都告达自己 不 不能死 因为 于哥还在等我 但是回来之后 就再也找不到于智了 就这样过了五年 整整五年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就成了现在的郡主 你经历了什么 我也一概都不会去追究 哪怕你再也想不起之前的事情 我也没关系 只要 只要你愿意留在我的身边 嫁给我 嫁给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胎 虽然你说的故事让人动容 但首先 我是担家 我是丹家 不是与之 我也绝对不可能会成为他 再有 是你逼走了我的父王 害我成了无家郡主 家仇未报 心难死 我怎么可能嫁给我的仇人 最后 就算我事与之 我也绝对不可能和你这个 毁掉别人家园的暴君在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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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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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没有陛下允许 任何人不得入内 认不认识字啊 看清楚了吗 你们投子的 走你 你 叩叩叩叩 不是在跟美女吃饭的吗 怎么 被犯鸽子了吧 被 闭嘴 不对 应该是来了又走了吧 好一只舔狗 我都挺难过呢 白舔了吧 你给真闭嘴 我就不闭嘴 有些人吧 就是不吃好歹 别人辛辛苦苦 给他做了一桌子 才他不吃 别人不想和他吃饭 把他飞掉了 你为什么要给真做饭 你到底想对这做什么 我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 我就想事先说清楚 我才不是缠你身子呢 我就是身体不太好 需要你补补 你要是觉得这个场合不太方便的话 拿时间地点 感谢观看